台湾的最有名的甜点是什么呢 老师来跟观众朋友说一声 今天我们要制作的就是凤梨酥 我们今天连凤梨馅料 我们都要自己去炒陪它 哇 了不起啊 吃得很健康 是 就是说凤梨酥其实 它的灵魂就是凤梨馅 那凤梨馅的这个灵魂 当然就是凤梨 台湾也是产凤梨 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凤梨呢 老师也会跟大家讲说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凤梨馅 到底呢 要加什么样的东西 让它的风味会更香 会更香 然后保存得更好 好 来 我们先来做凤梨馅部分 那凤梨馅部分呢 我们要准备像这个纱布 这是一般的胚布 那胚布就是在布装行都会有卖 甚至说我们在烘焙原料行 这就是一个布料的一个粗胚的东西 所以叫胚布 那是很无毒安全的 那我准备一个白色干净的一个齿网 我把这个胚布呢 我这样子 因为我今天准备其实这布料有点过大 没关系 那重点是说我这个干 我们做豆浆那个胚布 也可以啊 对不对 就是一样的 我就想要放旁边 那这个凤梨呢 其实用的是蜜凤梨 蜜凤梨就是甜度高 可是香气呢 我们再弄起来的时候 它会稍微略地一点 那金钻凤梨是会有带酸色 那个就很 其实很适合我们拿来做凤梨馅的部分 那我们来开始呢 我们先来是做 把这个凤梨馅呢 它比较粗糙呢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底的部分 那这剩下是凤梨果肉的部分 都把它切成这种大块状 不用太小块 那切大块状就是说 我们保留它的一点的纤维这样子 那待会在打的动作呢 我们要在搅拌的动作呢 也不需要说搅拌的过度 那我们需要一点水 这个水没有说一定要几克 我只要稍微让它有一点点的介质 大概是两三大匙的量 这样就行了 好来搅拌动作不用太多时间 就这样的速度 因为这还是属于比较打的比较细的机器 我大概搅动 看到它已经没有颗粒状 我就可以了 我就把它做过滤动作了 哇就这样瞬间 一下子就变成泥了 不需要 那如果说我真的喜欢纤维粗一点 比较有口感的 其实这样就很 有些人他喜欢特别绵密 不要吃到我们的颗粒感 稍微再把它多打个几秒钟就行了 好那我们现在刚刚打好之后 瞬间转速让它这样子 它带有颗粒 如果你在磨当中 你还有觉得很大颗粒 你可以手稍微去压碎就行了 那今天我刚刚说到 我这准备的固量 有点稍微太大张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在转的时候 老师平常你都是做三百颗凤梨线嘛 二色凤梨酥嘛 用那么大的袋子啊 其实就是说像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抓取的时候 我们手一定要干净的 那这个汁其实是 可以喝的对不对 在家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准备一次 会更安全的喝 那这都是很天然的果汁 果汤 基本上呢 是生的凤梨就是 它没有去掉皮 大概是一颗1500克到1800克 那去掉皮之后呢 它立刻可以折半 大概1800就变成900多克了 这样一半 后来呢 当我去掉这个渣之后呢 那这样的分量 大概剩下 又剩一半了 不只一半了 它大概剩下100多克而已 后来今天我们配方 其实就是说 我们举掉汁 剩下的渣大概是100 170克左右 这样子的一个配方 是还蛮刚好的 今天呢 你如果从直直细细 从最刚开始看到最后一秒钟 你可能在家都可以接单 因为老师很多的学生 上了他的课之后呢 都开始接这个 就是小企业 微型创业 微型创业 就从家里面开始 好 我们差不多好了 真的好多水分 所以说 几出来就会剩下100多功课 是 对 那我们这个东西呢 这要怎么去取出来 它旁边呢 这个布渣呢 非常的多 不要浪费 我们这个时候用刀背刀 去把它刮取起来 来 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刮法 就干净了 也不会去伤到我的布料 用刀背 记得不要用刀尖 等一下我刮完之后刀尖 我的布都烂掉了 对… 甚至我们做高粒的人 都有那个刮板嘛 也可以用刮板来刮 对 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今天来特别讲一下 我在炒这个凤梨馅料的时候 我选择的东西 不会说我一定要什么品牌锅 不是 而是我要选择这种厚底的 厚底扎实的锅 它是比较属于说 在一个草培 它的恒温效果会非常漂亮 那我在草培 它会炒得比较温度均匀 也会熟香 那我再特别讲一下 那是我们刚刚起出来的一个 凤梨的一个纤维渣 那这个是麦芽糖 跟一般的砂糖 那我今天特别要讲说 我今天有加一个赤藻糖 那这个糖呢 其实它在一个风味的提升呢 它是有甜味 它会降低糖度 它是天然提炼的 其实就是一个天然代糖 那我们呢 在炒馅料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 让它稍微润锅一下 好 来 那这个麦芽糖呢 它会比较黏 赤藻糖 它不会像一般的砂糖 会有凝结效果 所以我还是需要 有砂糖的去辅助它这样子 所以这是相补相成 可是如果说那个糖 因为糖它有不是只有甜分而已 它在整个我们做烘焙的时候 所以它起到的一个效果呢 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有些东西它还是必须靠糖 对 它去靠做凝结 对 还有说焦化虎化这种状况 那其实这东西不要过度搅拌 就让它自然的去把它融合 我们待会呢 我们就是换什么 换这个木勺去炒它 那这木勺主要用木勺是说配合这个锅子 不要伤锅 因为一方面说煮甜点的话 其实用木勺 其实它的风味 其实还留得住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慢慢的呢 使糖做融匀 有慢慢的都化成像液态状的时候 我们再把我们的什么 凤梨的这个纤维 把它做一个融匀动作 不要过度的去翻炒它 好来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耐力战了 好 我这样开始就要煮 我这样的一个小锅 大概煮个40分钟跑掉 好 我们这个馅料呢 其实时间这样 差不多40分钟后呢 终于 媳妇熬成火了 对 熬成火 我们要的这样一个熟成的样子 可是呢 我们最后呢 防止说它冷却之后 还会有硬啊 我们要加一个柔和的感觉呢 我们柠檬汁在这个时候 我看是可以的时候呢 我就把它进去 来 这时候一样都是调小火 来 柠檬汁下呢 肥汁呢 我的油呢 就要下来了 油下来的时候它会锁住它的风味 当然假的如果有时间啦 那真的可以自己炒一些馅料 那老师请问一下 我们这个馅料自己炒出来的呢 就是放冷却之后 我们把它包好 大概可以放多久 我做过实验 我就再用于是风味 而不是说我发霉的问题 我一样就两个礼拜内一定要用完 一定要 不然你风味香度全部都跑掉 是 对 后来我们下油跟柠檬之后呢 其实我的这个凤梨馅就变光滑的 一个团状了 那等冷了才包喔 对 一定要等冷了包 OK 好 好 OK 先来做这个凤梨酥外面这个皮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搅拌机呢 我们就用这个酱状 因为它打高姜皮在用的 像扇子形这样的 那我们做这个皮呢 就是用油酥拌合法打发 让它的皮是怎样 松软酥脆 好 来 糖跟油 这个糖呢 也都是要过筛过的喔 好 我们的糖粉一定要过筛过 好 来 那这个饺子的话 我来给它一点时间 大概是要打个 以我这样的量的话 其实打个三分钟 如果 它旁边会有粘壁的状况呢 粘壁的状况 我用长笔刮刀 把它稍微把它拌一下 老师很多人做这个 凤梨酥的这个皮的时候 会加一些那个什么蛋黄啊 这些的 我看你好像都没有 对 因为其实 不需要加到那些 不是不需要加这些 我其实设计这东西 主要是在这间做素食的 喔 原来今天老师的凤梨酥 所以我的鸡蛋 我的所有今天 我们做的东西 我就是以素食为主这样子 好 那我们奶油呢 就达到有这种 胸软毛绒的状况的时候 就已经是发了 十足地发了 后来比较发的状况呢 那我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下粉类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时候呢 是下起司粉 那还有这个东西 我要特别讲一下 这个东西是珊瑚草粉 后来就是也是添加一下 这种胶原蛋白 也是一样说我们是在想说 在吃素的时候 我可以添加什么样的养分 其他的东西 他的蛋已经是缩减掉 没有蛋的话 那我可以增加一些说 其他的营养价值东西进去 所以它是可加可不加的东西 我发现老师的食谱特别有趣 就是怎么会有一个什么 珊瑚草粉呢 对 为什么凤梨酥要加这个 我也百思不解 原来没什么难的 老师的意思只是说 它要加一些营养在里面 对 尤其是说 我们在吃甜点的时候呢 也可以增加点 美容效果的东西 后来这个东西粉加进去之后呢 一样记得是说 我们的转速呢 降低 后来 我面粉最后下 我的奶水呢 在这样的转速的时候 自然把它下去 后来它有些许会没有打到 我们一样是说怎么样 去刮钢盆的动作 把它刮起来 快一点就是说 像我们在做素食的点心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天然的乳化蛋黄 去做一个溶匀 那我在加奶水的时候 其实在搅拌过程中 希望它是用快速的融合进去 不要让它就是有油水分离的线 对 我们在做素食的时候呢 我们的粉的东西呢 可以说能加一些的话 我们可以先加一些是粉类的 让它去吃 就是吃我的液态的那个食材 来 这个时候 我待会 倒下去的面粉的时候 我们会大概是留个一两匙 大概看一下它的一个柔软度 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 因为也是跟 一个面粉的品牌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气温的问题 它的吸水量会有些许的不一样 哪怕是说食谱上面配方就是说要加50克 50克未必你要这样 你可能会留个5克10克 去来做一个斟酌 对啊 不可能会差异太大 其实老师这个真的 这一个动作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也很必要 就是说粉类你不要急着全部加 要看一下它的那个湿度 不要全部都加 这个再斟酌我们试一下下去 如果说最后的话 你发现它也太湿的话 我们留下一点粉都还可以再做一个拌鱼动作 那这个水高浆皮它只要拌成团的时候 我就先来用我的手去怎样呢 做个徒手 我来看一下它的软硬度如何 是可以裙下的没问题的 后来裙下之余呢 我把旁边的缸呢 把它全部刮干净 这样就会很好了 面团就会软硬度非常漂亮 好 可以 我们成团就把它刮下来了 好来 我们的油皮 油皮 油皮把它弄出来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吃一个柔软度 很多人它的拿捏 其实不是说看它可以成团就好 其实它软硬度其实很重要 我很在这软硬度 如果说你的软硬度 如果太干 像这个 它是含高量的油脂 可是它却不会黏你的手 这是很重要的 可是它看起来又是 感觉就是很柔软到 觉得说它随时都会化开的感觉 如果这样的东西 你不要再随意把它 你看我拿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不要再把它随意再添加粉了 如果这样添加下去的话 待会我们烤出来 凤梨所表层就直接是裂纹的 它爆裂其实就是我的皮太干 可是很多人在掌控这个皮它不大 以为捏捏的就一直给它加粉 对… 好 接下来我们的馅也处理好了 那我们的皮也都打好 再做一个准备了 那我们今天的份量是15克的份量 把它皮称30克一克 那馅料称20克一克 本身它都是有油性的 其实我们就是怎样 稍微薄粉这样去下 炒炼好的馅料呢 我要特别讲一下 它会特别的黏 那我们今天这个其实 它已经是有静置过 静置过一个晚上的馅料 它的熟成度啊 风味香味啊 都会比较好这样子 都是最佳状态啦 其实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口 真的超级好吃喔 所以看这一集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把我们这个 凤梨馅的这个做法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实在是太好吃了 你外面绝对找不到 这么好吃的凤梨馅喔 好 来 那我们好的部分呢 这样子五份的这样大小 三十克的皮 一样我们把它怎么样了 我们不要再特别去揉圆搓它 都不要过度的一个搅拌 过度搅拌就形成筋性 我就把这个弄上去 一样用虎口收法 老师好厉害 我不敢帮老师弄 因为他只做了五颗 我很怕等一下真的是叫做肉馅 不会 这个其实没那么好用 我们以前做的时候 像我都按部就班 非常规矩了 每一个都秤着 然后每一个都弄得圆圆圆圆的 其实老师说不要这么高 因为你这样子弄的话 尤其那个皮啊 被你这样一弄 有时候也会裂掉对不对 对 它粉如果说一直每次 经过的时候 我都会稍微一点少许的粉 那如果说每次都是有粉 有粉的话 其实它就是会过度干燥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会说做的这样子满满的 我们就是说做个方个 做个圆的 有方有圆嘛 那我们把它压平整 圆的其实很好压 中心点压下去之后 它就会散开 那角度这个四方角的话 要特别注意 我们要去压脚 来 我们就是用我的虎口 这个肉去把它做压 轻轻的 你不要一次压到底 我们这个手最厚的这个地方 对 好 去压它 轻轻的压就行了 你每个都觉得 都是一样大小的 这个我们就先去净烤 培烤香去烤了 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因为是要用这个磨部分 它这个磨大小 它是很固定是几公克 所以我线跟皮的部分 我就是要把它克数抓好这样子 一定要更精准就对了 如果是这种特制的磨的话 对 这个馅料是18克 我这个磨配合这个大小 我是18克是20克 每一个磨大小不同 所以不用说我一定要几克 反正就是说你今天想要馅料多一点 还是说皮料多一点 你自己去抓比例 你只要包的进去就好了 好 对 一样虎口收 那我今天用量其实是 已经是接近1比1的量了 稍微一点黏 我就用手去抓去粉 来 我们在做敲模的动作呢 我的模型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就是 帮它用粉洗洗身体这样子 这样子满满的之后呢 把它敲一敲打一打 旁边有没有补带 帮它补一补 好 来 这个面团呢 把它整个去沾粉 轻拍掉就好了 好 因为它这个东西它会进去压进去 它会卡到它的缝隙里面 所以你要把它压多一点粉 如果说待会出来的时候多一点粉呢 你就把它压掉 好 这样的克数 其实刚刚好 我压一个膜 好 来 跑起来了 跑起来了 再一次 确实要一面 一面就好了 好 来 我们来敲 敲基本上就是你不要在住家 桌子敲上去 隔壁会吓到你们家怎么了 来 垫个布 让它怎么样呢 稍微这样敲 两下 后来我的手接在下面 小心喔 这样子 我的一个乌龟膜就出来了 这样子 OK 所以很可爱的一个小乌龟 那乌龟的话 也是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 把它当成是长寿的这个象征 吉祥的东西 对 所以说你可以弄一些 就是说比较有趣的 或者是比较有典故的 不管是动物的形状 或者花的形状都行 像我们现在做吐司的话 很多人都去做一个那个 自己的夹灰就在上面 我自己也有 真的 我也有 就我做出来的吐司 我就在火上面弄一下这样 烙印 烙印 这是我做厨娘做的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的这个凤梨酥烤完之后 先入烤了喔 入烤先烤 好 这个是老师烤好的 有小乌龟的形状 有圆的 有方的 对 我现在肚子好饿 其实我真的很爱吃凤梨酥 我觉得凤梨酥真的是 你很难想象的 好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老师 带来这一个是自己炒的馅 然后是素食者可以吃的这个凤梨酥 我大家试看看 就没有蛋的配方了 是 无蛋的一个烘焙小碟 我的粉牛肠 一点顏忽 树